教父神修 那愿意为我们诞生者 也愿意我们认识他 选读金言圣伯夺主教讲道集 在主降生的奥基里 常呈现出他天主性的显明标志 但今天的隆重庆典 以多种方式给我们证明和启示 天主自己娶了人的身体 如此 我们这常处于黑暗中的有死的人类 不会由于无知 而丧失那些唯有皆恩宠 才能享有并得到的财富 因为那为我们而诞生者 切愿我们认识他 因此 他选择了这样的方式 启示我们 以免这慈爱的伟大奥基 成为一个使人误解的机会 今天 贤士在星辰中 寻找那发射异光的心 就找到了 躺在马槽中哭泣的那一位 很长时期 在众星辰中 隐身的一位 今天 贤士们却惊奇地发现 他裹在强宝之中闪烁着光辉 今天 贤士在沉思 惊讶他们在那里所见的奇景 在地上 看到了天 在天上 看到了地 人在天主内 天主在人内 整个天地 无法容纳的那一位 却被关在一个弱小的身体里 贤士一看到就相信了 而没有追问 便献上象征性的礼物 表示他们的信仰 献上乳香 以名认圣鹰为天主 献上黄金 以名认他为君王 献上墨药 以名认他将来的死亡 因此 那最后被赵的外邦人 却后来居上了 因为万民之接受信仰 是由贤士之信仰开始 今天 基督进入了约旦河 以抵除世人的罪过 若汉喜者 对他来的目的作证说 请看天主的羔羊 请看除免嗜罪者 今天是仆义挽留主人 人挽留天主 若汉挽留基督 他挽留他 不是为了给他赦罪 而是为了接受宽恕 今天 一如先知所说的 上主的声音 响彻水面 什么声音 这是我的爱子 我全心喜爱他 今天 圣神借鸽子的形象 降临水面上 犹如古代时 是一只鸽子 向诺厄报告洪水已退 同样 这只鸽子 也报告人类 永远丧亡的灾祸已停止 他的嘴里 不像那古时的鸽子一样 闲着橄榄树枝 而是在新的元祖头上 请住新富有礼 带给的丰满的恩宠 以应验先知所预言的 为这个缘故 天主 你的天主 给你付了喜乐之游 圣过你的伴侣 今天 基督变水为酒 显了他第一个天上的灵机 可是水 将来还要变成 他的血的圣事 如此 基督可从他圣体的悲绝中 供给人精神的饮料 以应验先知的预言 我这使人陶醉的悲绝 是多么珍贵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